下一套 接著那一套不概是食靈的作者 我才能夠說的是 關事嗎? 這個作者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我敢說 所謂的一個叫賭罪法的方式 但最後其實我是一直不期待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畫面 我想說原作不是賭罪的 是動畫改有賭罪的 動徑ESP 這套其實之前說過 它是用賭罪的方式 它有將最後的大戰放在第一集 而且那個集數就是 如果以順序來看的話 你應該是看第二集 接著看到第十一集的時候 就看第一集 接著再看第十二集 其實整個脈絡就整齊了 其實你不敢看都沒有問題 你也知道你說什麼 他說的東西這麼傳統 很難不明白 但是呢 開頭其實呢 我覺得這套東西 有少少搞笑的地方 我覺得很悶 不是說悶的問題 一開始第一集 大家都記得 在這個叫超能力者的恐怖襲擊底下 很多人都期待 哇 白色少女在哪裡來呢? 其實在第一集的位置 你感覺好像等Batman回來 那裡只有兩個可能性 白色少女經過一場大戰 生死未明 還有就是 究竟這個希豪什麼時候出現 你說的是金木 但是呢 當我看到第十集 回到第一集的劇情的時候 就說 你們 你們 你們這幫市民 斷片 你們不應該期待他們 因為政府抓了他們 而你們說 那白色少女在哪裡呢? 你不應該提出這個言文 你應該說 政府快點釋放白色少女 不是喔 其實重點就是 白色少女已經沒有超能力了 他出來都沒有用 沒有人知道他沒有超能力的 這樣 你神經一點 我們讀者會知道的 但是你那幫 叫做那幫平民 他們這麼稀奇這件事 但是 去到第十集 其實知道 這個稀奇其實是不會存在的 這個稀奇其實是 大家是已經 上了新聞 有Live 告訴你 白色少女究竟現在是一個什麼的下場 那個位置其實是 做出來的劇 其實是 你再回帶看回第一集 其實是奇怪的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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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很表層的意義 當其實你好像說 捉走阿子的時候 比如說 你見到就是 驚太郎其實是沒有什麼可以反駁的餘地 即是他覺得 這樣其實是不行的 這個世界是 一定要大家開開心心 和理非非這樣是最好的 即是他的理念是這樣的 其實他的理念 和理非非就不是這麼解釋 和理非非裡面有個叫做非粗口 那這裡有什麼關係 那他沒有說過粗口 對著教授那時候 其實 驚太郎的養父那時候 一直來講 就是驚太郎其實 他是沒有一個很有力的理由去反駁教授 究竟 我為什麼要阻止你去這樣做 是一個傳統的男主角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樣做是不行的 不是 你錯了 他是一個傳統的狗公男主角 因為你要發覺什麼 他所有阻止教授 最早期的reason就是 阿咪咪咪 全部都是女兒而已 其實不是很關於教授的nature 你發覺 他這樣會被人利用 就像個媽媽一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根本經常的concern 又不是教授 哎呀他不是和壞人一起嗎 哎呀你這樣不行的 你 其實驚太郎 他是沒有cater過教授 他究竟為什麼發生這件事 他cater那個位置 究竟未來實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你為什麼要跟壞人劈腿 對呀 他們兩個的超能力都是一樣 不過只是未來實的 瞬間移動能力是比他強 而你說其實見到就是那些超能力 其實你看到是 很奇怪 很普通 賣大家那些量產型的東西 量產型的那個是 剛巧有兩個人有瞬間移動而已 不是呀 兩個都有物體穿透的 但是我不太明白 因為我沒有看完我頂不住 我看了大半 為什麼他第一集那時候 他有些人要裝上機械附所 他那些其實是叫做 強化自己的超能力的應用 其實他那些是 即是你當教授是什麼 找到一些超能力者 然後就是 他的超能力 量身訂做一些工具 對呀 讓他可以更加發揮他的ESP能力 但他發揮了都不覺得有什麼用 應該這樣說 由你看到的其實 其實開頭就是白色少女 他的能力就是 可以穿透任何非生物的物體 真的你可以說 沒有功能力的 沒有什麼用 因為其實裏述說 一個穿透的能力最強的是 任何東西都穿透 就可以令物理無效化 但他又不是一個 不是做內衣小偷嗎 偷窺啊 那是他師傅的技能 不過其實我覺得 他的真正的技能不是這個 大家都看回 比較早期一集 就算我還沒跟師傅之前 他的技能就是 不需要助跑原地 用一個寸境 不知道為什麼就可以用到 那隻頭顱粉碎踢 因為第一次他踢的老爸 那時候 是天空踢下來 我覺得很合理的 第二次他踢 他是懸臂的頭 硬屋一串 就可以踢下去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 而那個奇怪的地方 他其實很標榜 就是超能力者 超能力者 超能力者 可以對付那個案子 但是當阿林說 還有千後能力的時候 他是一個超能力者 他也是打不贏的 但是當他失去了ESP的時候 所有超能力者 在他面前 全部都是一個彈傘 這套東西 正式的名稱 叫東京格鬥 其實超能力 是一個實力技能 沒有了就不要緊 因為他主要是中國功夫 你看到就是很無謂 而且你說如果那個超能力 因為很多劇情 你做出來很表面就是 阿林說 究竟他的覺悟是什麼 比笑你的覺悟就是 他覺得 他只不過是說什麼呢 他很認同 驚太郎的正義理念 但是你再想一下 驚太郎正義理念是什麼 他的正義理念就是 這樣做就不對了 你錯了 是跟仔 驚太郎這麼認真 跟著他就可以了 驚太郎人抓了 你幫我先反夥驚太郎 是這樣的 因為他沒有其他劇情 很CopyCat 當然 教授那邊也不是好得多少 教授那邊好像說 我要為這個超能力者 打造一個世界 是他們可以生存的 然後最後告訴你 那個理由就是什麼 其實我純粹是想報仇 我不抵得這個世界 那些人這樣 然後跟著 總之不理那麼多 我要搞一件事出來 那個case是 小學家人 兩邊的理念 其實最終不是很足 只有兩邊都說 我想 你不滿意嗎 那沒辦法 打 對 小朋友 而你說其他的超能力者 無論 每個配角 發揮空間 都很少 沒有 很流於表面 其實是 每個人都說 我有超能力 跟著就是 打個印你是博派還是 你是狂派 我覺得這個case是這樣的 為什麼有這個feel呢 就是當所有超能力者 覺醒了他的超能力之後 只要他被哪一邊找到 要不他就成為正派 要不他就成為邪派 還有其實他們打的模式 都 怎麼說 還是用X-Men 好一點 不同 你明白 差不多 都比較近質 你說 在這套東西 變質的成分 是沒有的 幾乎是沒有變質的 所以其實我會說 他是一套 撲敗和撲敗的故事 其他作品超能力 就是 mitä超能力 那 touch colon力 會練等級升很大的觸命 真的好像 不是 啊師父好殺上 的 就是 不是又不是用濾體能力 去攻擊 Sophie他其實真的不錯 那如果他有 этом 其他的人不是攝有uka objetos 而是輸體能力 擴又是功夫能力 他鏈了減一就可以了 NotpAlexa就不用了 他絕對其他od её 不會是錯過了 但是超能力 沒辦法 可能有 additive 可能穿透能力做一部發揮,令到可以穿透生物 可以穿上升級,但他沒有想升級 當然這套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那塊石板最終教授解釋到 其實是一塊十屆石板,不小心被人摔爛了 然後突然有很多光之雨出來之後 進入了人體,挑選基準的東西就隨便 他喜歡選誰就選誰,你吹他不像 這些東西也是,但最終這套東西 在最後兩集裏面突然出了兩個角色 說我要回收石板,但這兩個角色是什麼呢? 不知道 而整個故事的教授又好像說 我製造這些動力,其實我是為了阻止什麼 但他阻止什麼,他又是不告訴你 這套東西就說,最終是做了什麼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最終就是在鏡頭時現衝做英雄主義 我真的不知道 所有角色,他們是很理所當然的 嗯,這樣嗎? 噢,一些就散場說 你偷了一塊石板,你要保護一塊石板 然後跟美愛實和教授說 你要生存下去 然後其實作為他的女兒是很信任他 然後他說,你走? 然後那個女兒說,噢,那我就走了 大局最好笑的是 大局最好笑的是 你們交戲都較重一點啊,大哥 最荒謬的是什麼呢? 他一開始經太郎問他 為什麼你要留在他身邊 然後後來他有個獨白的房間 因為他是我唯一的親人 我還要跟著他 然後他說,噢,你這樣就放他走的 怎樣啊? 而美愛實的信念是說 他相信是 教授會打造了一個新的世界給他們 這些超能力者可以實現到世界 你老實很強調就是 當他們成為了ESP的持有者 他們就已經不是人 然後他說 你怎麼不是人呢? 我以後感覺不到你怎麼不是人 他們沒有條魚都沒問題 沒有條魚就只有一個個案 就是被人起我吃飯 被人起我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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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進入一個假死的狀態 那條魚就以為你會死掉 他就自己走了 即是那個靈不是天生 不是固定 可以落實 不知道有什麼好自豪 不清楚 但是你這些信念 當然其實 阿京太郎也說過 沒有的 其實你還是人來的 然後美愛上 他也回答不到 然後他就打我 打我給他 然後就 你整個東西裏面 所有角色 他所有的理念 其實是 沒有一個很強力的支撐之下 然後他說 總之 總之是這樣 你相信我吧 先打完 打完之後 誰贏就誰厲害 打了一點 而你其他 就算敵對那些超人力者 其實全部都 即是你說 我差點說一句 其實他的近質 有點像上季的一套 那套叫奔赫 但是你不要管 奔赫起碼就是 他每個角色 他自己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就算 Lyce 他多說超能力者 其實都不是什麼特別的存在 其實我們都是 要在這個政治道生存也好 還是很喜歡他 那些人經常都說 我要創造一個 你不是最強的世界也好 那些人是有個理念 你不要理會那個理念 有多麼變態 這件事 你這個變態的人 老實說 你要變態 麻煩你徹底地變態 你變態些 又不變態些 突然之間你又回帶 其實整套東西裏面 我會覺得 這個角色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而你又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然後又說 究竟為何不殺兄太郎呢 其實 然後告訴他 其實我一直相信 你會看到奇蹟 我真的頂你的肺 老實說 你那頭叫一條 我當你真是 一條八旗 看得好 我明知道我女兒 想你 她不會殺你的 老實說 喂 你這些策略的話 很難說 我們出道聲 殺她 那女兒不殺 一陣子殺了怎麼辦 而你看到 最初的教授 對美愛神的洗腦程度 基本上 她的女兒是不會反抗她的 萬一一個不殺她 想歪了 那驚太郎就是這樣 那後續是什麼 沒有的 不知道的 不過當然 作為八旗的她 可能她想得很透 你又很難阻止她 而你說這套 其實她跟食靈的案子一樣 食靈還是食靈靈 食靈 食靈 食靈靈是另一回事 其實你是不知道這套 想說什麼 是很平和 但是 你又覺得 不是不好看 但是 你又不知道好看的地方 在哪裡 這套是這套的特色 不是好看的問題 這套有什麼好看的 你不知道 但是你又 你又不是說得出 他不好看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不好看 就是這套出色的地方 這套好看嗎 有賣肉 有鯉魚 你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老實說 我愈看愈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所以你說 你說這些超能力的事情 其實 就算強言上季 奔赴 我真的點出 就是她的超能力 不是做到很到位 但是她不是 那些角色做到不到位 其實她也有很多類似的劇情 反超能力的 又是有個議員 我要反超能力 然後我兒子 原來是超能力者 不過奔赴那個就慘一點 變了一個 怪獸 變了一條河黑 他兒子就好一點 他兒子只是預知未來 他理念上好一點 但是 看出來的效果 其實奔赴是慘一點的 奔赴人家的兒子死了 這裏究竟 究竟說些什麼呢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連超能力者 和正常人的所謂對立關係 也說不出 究竟邪惡方有些什麼想貫徹 究竟正義方有些什麼想貫徹 不知道 最後究竟復筆裡面 究竟為什麼要回歐石板 我都是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這是一個主題 我只能夠說他成功 我覺得他的主題應該是 食零零的預告 因為 頭也有出王泉 尾也有出王泉 中間也有廣告 或者你可以當他是 你的十周年出道演唱會的宣傳 那... 沒話說 我只能夠說 這樣也可以 我覺得這樣理解 我就可以收到貨了 是啊 我不接受 觀眾的眼睛 也算是日本的排名裡面 他的排名 他都是屬於偏下的那堆 大部分的東西 平凡都... 你不可以說他很差 但也不可以說他好 甚至不是一套 平均水平的作品 我覺得他不知道做什麼 是不知道做什麼 不過你說 那些作畫不能點崩 還有... 其實記憶其實都一般 記憶所有的畫面 其實都在林華那裡 起碼浪一閃流 其實出必殺技稿 有些力量之外 都可以的 沒有的 有些分鏡 阿爸也不會打的 機器一機的角色 經常都不在 沒有的 阿爸是磁力王來的 阿爸打 你試試阿爸戴著頭盔 然後你... 那個就是磁力王來的 那是第三集圍 哪有這麼大份的磁力王 可能磁力王在過去 某一個時間 他也是這麼大隻的 好像沒有試過 那他的女兒 就聲紅毛女 不過他女兒會透明 沒有東西 他也沒有兒子 但是整套東西 只能這樣說 我寧願你看奔婦 如果你覺得奔婦都差 其實這套東西 你不會覺得好看 這套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